就是以往我們都會 都是在這個同行裡面 但是我們其實都是一起在做音樂 但是比較不會有搭嘎的 就是我們就是常常都是比如說 像我以前常常在幫很多天王天后做音樂 不管是製作演唱會或編曲 那其實我們很多的這些 參與在我專輯的這些朋友 他們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比較新鮮的身份 是以一個歌手的身份邀約他們來合作 那我就會自己就突然想說 我以前是那個角色 現在好像變成我需要別人來幫忙 那那種感覺其實還蠻好玩的 對 所以這樣現在是以性能的身份還是法律 也可以這麼說 我常常在開玩笑說 其實自己就必須先從自己的江湖地位走路 走出來 把自己成為一個新人 那當然我不否認說以前在幕後真的是比在幕前熟悉多 而且也更多人認識我 所以這次這樣出來 其實對我自己來說也算是一個滿大的挑戰跟勇氣 對 OK我恭喜那個洪敬堯老師 阿藥老師 謝謝 從常敬仁變成史燕文 常敬仁就是他一直在幕後幫很多天皇制 天后來編曲制作寫歌 那變成史燕文就是要站出來 站在中原領導大家的地位 變成偶像 變成大家注目的焦點 我首先是佩服 那因為現在這個唱片非常不好做 但是阿藥老師做了一張非常精彩的唱片 其實我跟阿藥老師有個小故事 我在北京 我常常去北京工作 然後有一天我就一個下午偷閒 就把阿藥老師的音樂CD拿出來 那剛剛送我 我就把它拿出來 聽了一整個下午 我邊聽了就非常的感動 我一方面興奮一方面感動 一方面又有時候玩耳一笑 因為他音樂非常豐富 然後我就馬上在我們 我們有一個群組叫 一起發光群組 阿藥老師也是我們的會員 然後我就在上面寫了一個 我的感想跟樂評 但是我也不敢去評那個阿藥老師啦 但是我給他的樂評就是我從心裡 發出我內心的一個感覺 結果我寫完以後 阿藥老師馬上回應 他說他看了我的評語 他就哭了 流淚了 他就流淚了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我感覺到他很辛苦 然後這三年他做這個音樂 也付出非常多 壓力也很大 但我最佩服的是 他在裡面赤裸裸的表達他的故事 他把他的心呢 打開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需要勇氣 他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爸爸跟哥哥 哥哥爸爸 然後我覺得他在這樣的光環之下 其實他非常有才華 然後他今天走出來唱歌 他也告白了他很多事情 包括他自己的信仰 包括他自己的信念 所以那一刻 我覺得那一刻下午我跟阿藥老師 因為我們兩個大男人 他說他流淚 然後我看到他流淚的評語 我又流淚了 然後我說阿藥老師我也流淚了 然後我老婆看了我們的評語 他也流淚了 所以我覺得說一種 欣欣相惜的感覺 然後我在這邊非常祝福阿藥老師 謝謝 你有流淚嗎 流淚到沒有 但是我是很感動 其實因為跟阿藥老師 常在選出節目當評審 老師說我只要看到他一次 我就會說 老師你的專輯什麼時候出來 因為我其實 你給他好大的壓力喔 應該也是 因為算是半個歌迷喔 因為其實 一直以來 因為大家可能沒有聽過阿藥老師的聲音 但是因為我們 也說是幕後的工作的關係 那其實會 我在節目上 然後聽到他 或者說在幕後唱Demo 其實他的聲音是非常非常的 足夠支撐到一個專業歌手 那這次終於從幕後走到目前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 大家的一個福音了 而且這張專輯其實他不只是出唱片 他會做足所有 包括什麼2月8會的簽名會對不對 喔對對對 簽名會 會有簽名會喔 簽唱會阿 OK的 真的OK嗎 史燕文嘛 所有新人該做的我都要做啦 真的阿 最重量期的新人 真的是厲害 而且3月7號 還會辦演唱會 新歌發表演唱會 哇在哪裡 Legacy Legacy 授票演唱會 祝賀 恭喜恭喜 哇謝謝謝謝 你們一定要來啊 一定會 我們要買票嗎 買票就看你們的心意 哈哈哈哈 各贊助10張 喔各贊助10張 好 敬禮老師 恭喜 真的 這是必須的 真的嗎謝謝 但我還是要違規到說 雖然我不完全是教友 但是我是從一個觀眾的角度來 聽這樣專輯 我覺得其實我獲得很多的感動 特別是跟隨 然後這裡面其實阿雅老師他很多音樂上面的不同的嘗試 而且最特別是還跟POPCOIN 也是一個我非常喜歡一個選抽節目出來的一群小朋友 一群小朋友 通常年輕熱情熱力四色的一個舞團 然後有一個很好的音樂上面的搭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樣專輯真的是2014年最好的禮物 獻給大家 謝謝 講得真好